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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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回到實冊系列 今次的九鄉投票主打0房價 即是回陣房價的總約給你做餐飲券 而第一箱 我們就選擇在日本餐廳 攤蠻 食晚餐 其實大多數人去攤蠻就會吃它的懷石料理 不過因為我們預訂了鐵板燒的座位 那就索性吃鐵板燒啦 鐵板燒有分套餐 也有單點 推介大家跟我們一樣可以叫套餐 因為種類多 份量充足 CP值也高很多 因為有餐飲消費額任我們洗 就直接叫了最貴的兩種套餐 順便可以試多幾款食物 只要你跟職員說你是全部人一起share的話 他們就會安排 不用分哪個吃哪一種套餐 雖然兩個都是叫古套餐 但其中一個是屬於奧媽卡社 前菜是跟其他套餐不同的 但具體怎樣不同就沒辦法跟大家說 因為職員特別幫我們四個都升級了 而這一日是海膽腐竹豆腐 還有榨魷絲菠菜 海膽非常新鮮 亦都不腥 配淡香的豆腐非常之夾 而榨魷絲很有細香脆 口感極佳 豐富了整個味道 吃完前菜 廚師出來準備等待的時候 會先上一個沙律半和白醬 清一清口裡面的味道 準備吃跟著一系列的野味燒蝦 除了前菜 兩個套餐不一樣的菜式就是海鮮 先來看比較便宜的一款套餐 有凡立杯和鴨肝 其實鴨肝嚴格來說不是海鮮 不過不要緊 我們先來試一試它 你可以看到一辣上去 油脂就不斷滲出來 所以廚師要不斷撥回來 緊緊地鎖住油香 煎香了一面就可以反轉了 你有沒有看到那片金黃色 已經開始流口水了 而且在現場可以聞到的香味 真的非常吸引 同時廚師會在旁邊 烹調 紅酒 啤梨 藍莓汁 一會就可以看到他們的麒麵結合 以人份的鴨肝 每人可以分到半塊 其實份量一點都不少 因為鴨肝本身全都是肥膏 所以非常膩 而廚師將鴨肝煎到金黃香脆 倒入溫熱的藍莓汁 配紅酒啤梨吃 增加了小色的酸味 令整體的口感沒有那麼膩外 也不會搶走鴨肝細滑唇香的味道 慢慢融化在嘴裡 每一口都散發著陣陣的油脂香 接著就到我們的帆立貝出場了 兩大隻連殼 馬上分離 馬上煎 師傅先將它慢慢煎香其中一面 順便預備一下醬汁 以及做配菜的海帶 醬汁首先是用清酒做一個Base 廚師將它點火 讓它的酒味可以蒸發出來 不過不要以為火花壽就這樣結束 帆立貝翻身之後有少少焦香 都要經歷一下肉火洗禮 煎到七七八八 廚師差不多最後才把它攪拌 確保所有肉汁都可以鎖到最後 因為是兩人份 所以每斤最後會分到半隻 然後就可以上出 帆立貝就夠厚肉 肉汁非常鮮嫩蛋牙 剛才我們看到的清酒 其實全屍還加了牛油和醬油 整體的醬汁不會太濃 反而充分地帶出 貝類的鮮甜海水味 飽滿的肉汁令人非常活味 半碟的海底馬上被人冷落了 所以可以跟大家說 這一款套餐的食材也絕對不失色 而最貴的套餐會包含活鮑魚和活龍蝦 不孤寒了 兩款一次過一起來介紹 首先原隻龍蝦登場 在你面前立刻煮 先煎香其中一面 讓肉汁可以緊緊地鎖住 然後一個翻身 把後面殼上的香氣 全部都有發出來 之後再劈幾刀 完美分離龍蝦肉 你看看 幾大條肉 還帶少許晶瑩突透的顏色 已經令人食指大動了 不過先釣一釣大家的胃口 因為鮑魚刺 不是 是活鮑魚釣 同樣原隻連殼 魚架包換 一來就先開刀 瞬間變成切片 到時就會更容易入殼 這邊做得差不多的時候 龍蝦肉也會回到舞台中央 油花飛翹 更起優美的聲音 而巨大的龍蝦殼雖然離場 不過一會兒我們會再見到其中 不用擔心浪費 先將主力集中在我們的兩位主角 龍蝦肉和鮑魚肉上面 將它們全部都切好之後 再經過一濃的翻炒 最後就會加點酒 牛油 鹽和胡椒做調味 香噴噴 熱騰騰的兩款海鮮 就大功告食 它們會同時雙碟 雙重鮮味 雙重享受 龍蝦肉厚實不黏牙 鮑魚片爽嫩香口 兩者都新鮮又香甜 口感達牙 平時完全不吃鮑魚的楊兆片 只是猶如半年 就將它們放進嘴裡 之後迅速清洗 令到其他楊兆片超級失望 因為不能分離吃 可想而知究竟有多好吃 這兩款海鮮完全可以體現到 為什麼在餐牌上要強調過活字 因為那種鮮味 真的斷棄了幾秒的海鮮都做不到 加上它們本身的鮮甜 就已經好得出 隔離給我們用來做調味料的千島醬 就完全派不上用場 吃到這裏其實已經很滿足 但不要忘記還未吃主菜 套身本身包含的是澳洲黃牛 至算薄燒或厚燒 原本我們見到還有些燒白一剩 就打算不如單點多個日本黑毛和牛 但職員跟我們說這樣分量太多 很大機會吃不完 建議我們升級其中一人份的澳洲黃牛 做日本黃牛就可以了 我們當然聽從專業的意見 而且見到職員沒有因為我們想多花些錢 就有我們點 服務態度非常值得欣賞 回到整體了 今次我們一個會試三款牛 可以根據喜好請廚師先煮薄燒或厚燒的肉 我們就先吃澳洲黃牛薄燒 顧名思義薄薄的一片 很快就會熟 不過中間會包著一些乾蒜頭 蔥 最後變成一個卷 反而就試厚燒多一點 而這樣的煮法豐富了薄牛肉的層次和口感 你不會覺得自己好像吃了一個紙片一樣 不過你看到餡的比例是偏多 整體的味道會變得有點過限 蓋住了牛肉本身的味道 這一點來說是略為可惜的 而口燒的肉類分別有澳洲和日本黃牛 會一次過上菜的 根據職員的建議 通常應該先吃比較不油膩的澳洲黃牛 但因為日本黃牛冷了的話 脂肪瓊住了就會不好吃 所以最好就是兩款交叉來吃 你看到每一款只有幾個好像很少 但一會等你吃完之後可能會覺得太多 原因我們稍後再跟大家說 我們先來講講澳洲黃牛 它的肉質比較實在 帶一點油花 牛肉味道也比較濃 整體肉味和油花的比例是很平均的 而日本黃牛就真的可以用油脂渣裂四個字來形容 口感更加軟綿 入口之後真的滿滿多地味的脂肪 所以相對來說也會更加更加的膩 三小塊已經是極限 再吃就會有一種灌油落腸的感覺 特別是當你見到師傅一滲走下去 放火的款 就可以知道油脂究竟有多強勁 師傅還特意提我們要把鏡頭拿厚一點 否則就會弄到整部機都是油 師傅還將割出來的脂肪煎成金黃香脆的粒仔 全部都是油 純度非常之高 吃了兩粒都就是漏死 幾位吃不太頂得順肥膩的楊少偏 都一致認為澳洲黃牛比較適合我們的口味 所以現在你會知道為什麼職業不建議我們另外單點黃牛 因為吃完那幾個真的超級超級之際 最重要是四個人吃一人份都搞成這樣 如果你再單點肯定爆血管 但絕對就不是說不好吃 只是跟大家說 黃牛呢 日本黃牛 一定是要點到食指的 前面的食物呢 全部都很高質 分量也很多 所以去到最後的雜錦野菜 包括豆腐、青瓜、香菇和芽菜 還有雜菜、雞蛋炒飯 大家其實都快吃不下了 當時看起來感覺分量不太多 大家看回頭 真的好像一座山一樣 炒飯 挺誇張的 還有飯炒得比較乾 味道也偏濃 大家去最後吃其實就不是太理想的 個人覺得可以調整一下分量就會更加好 我幫我飽還飽 用活龍蝦的殼煲的白麵豉湯 都是要喝清光的 徹底進用我們最寶貴的龍蝦肉 來到最後了 就是試入甜品 每人就是一球雪糕 或者一份水果 整個套餐就吃完 非常之完美了 其實鐵板燒最吃回票價的地方 是在於師傅會在你前面立即烹調 你會很清楚究竟吃了什麼落土 而且可以欣賞到師傅專業的手勢和刀工 我們可以見到師傅每一下的動作都是快很準的 我們拍影片就算是架了超慢速 師傅的手足仍然是很快 就算是煎豆腐這些這麼柔軟而爛的食物 都沒有留下少少的碎片 可以是說完整無缺 見到師傅的功力非常之深厚 令人讚嘆 還有職員的服務也都很細心親切 會為你詳盡講解每一個食物和他們的食法 不會令你有那種大香你出生什麼都不適的壓力 就算有事不明白都可以放心地問 職員都會按自己的個人經驗去提供意見 盡力幫你安排餐點 所以整頓飯都吃得很舒服自在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下一集我們會為大家介紹星級米芝蓮餐廳 千萬不要錯過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再見 我們下條片 邊臨 邊臨 蔥